所以你就會很容易找到它,因為它有紅色的地帳 找不到可以像皮卡丘 有了 一開始的一分鐘 剩下一分鐘就會聽到這個音效 好,那我去開始了 大家好,我是這一個坑的坑主,我叫洪宇 我這個坑的名字有點長叫228世界的資料想要黨文字化 我們有想到一個很炫的名稱,如果大家有想到的話,或許下一字可以改名字 首先,這個專案來做一些全文資料 有人看過這個字嗎?同時洆湞撥他自己本人也相當的緊張 沒有,看過沒關係,我們看一段影片 對,我們有VCR 幫大家回憶一下,這2015年有一點久了 好,所以,我覺得教大家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我們用點頭方式,看完剛剛影片以後 有人曾經知道陳承波的幫我稍微點點頭好嗎? 好,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陳承波到底是誰呢?幫大家科普一下 陳承波,嘉義人,台灣畫家,然後畫畫很厲害 有去日本參展,然後是台灣人第一次西畫畫西日本館展的門檻 然後呢,然後他就死掉了 對,一樣 然後他就死掉了 對,就是這樣的東西 好,所以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在上一次的時候,國資館的館長來這邊說 228或是其他政府資料的文件其實都有掃描檔 並且放在網路上可以供參閱 但是,那些掃描檔幾乎都是手寫的文字 而且應該是沒有辦法用科技的力量去辨識它 至少現在是沒有辦法的 那,上次我們今天連人工看都非常的痛苦 並且附上有前置的成果,這一次就不點開來看了 上面到底有記錄的文件有多少啊? 報告,有15533頂目錄裡面的圖片無法估計 所以這一次的主題就是 從這裡面找到陳陳波被定罪的罪名到底是什麼 並且把它文字化,就是這一次的目的 不然15000多個真的看不完 那,我有列了一些可能有相關的東西在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點進去,看著他的圖打字 我們要爭哪些人呢? 第一個,鍵盤戰士 他只要我會打字就夠了 第二個,省眼 因為那些文字實在是太難懂了 第三個,授權專家 我不確定我們這樣子會不會被查水錶請來幫幫我 最後一個,我們葉工程師 這些東西打完字以後要怎麼把它收集起來 請看法者來協助我 好,結束 我們後面的東西很詳細 那,歡迎來找有皮卡舊的地方來找我順便來領裡面的糖果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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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